在进行体内考船之前,你们会进行什么训练? 在进行体内考船之前,我们会在 在东北亚 养活力进行 就是说学艺生活的一个状态 一个中训练 真是没有花过体育的训练 极必要的 就是在冰雪天气之下的这种 在其他环境下的 如何出现危机情况 如何自救的 这些基本的 这些基本的训练 南北极科学考察 有没有各自的独特之处 和信源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 这种不同的差异 北极是 中间是北京洋 南极中间是一块广袤的冰雪大陆 他们就必然就会引起 不一样的机会的 性格的变化 北极中间的话是 是有国家 就是有人类活动 而南极 整个周边是一个南大洋 我们把人类社会 南极大陆 冲队开来 这里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无人的世界 所以说 人文 人文是没有 几个影响来说 这也就是 国家的大差异 你们在南极的话 是吃什么呢 我们在南极现场的 就是吃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挺缺的 就是蔬菜的保存 就是我们每天跟盐看的话 你豆汁都有 你的土豆方案就冻坏了 然后你的洋葱也会冻坏了 然后你的白菜冻得更快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 我们的蔬菜啊 会藏在我们自己的蔬菜里面 或者藏在我们的蔬菜里面 藏在我们的蔬菜里面 我们的蔬菜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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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对冰川溶化的影响 看看有什么帮助 可以帮助到 南极的冰层可以 燃满它的溶化 全球暖化的问题 因为全球暖化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可能会比较关注 可能它是在过去和现在 这个生态多样性的问题 例如生物的种类 或者数量之类 有什么不同 在一些有偏的地方 可能天气方面 就是环境方面 可能大气层那些 和它们的口度变化那些 等等 我就可能比较想去北极那边 去研究北极和它们 平时的生活方式 生活状态那些 我是很小的时候 就对生物是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很想去 極地去观察那些 有趣的生物 还有观察地球的生态的变化 现在有认识多些 理解多些那些科学家在極地 就是开展工作的时候 那些艰辛啊 辛苦啊 跟着他们的生活状态 和生活方式 我其实都是很想去的 就是我想研究企我 和海丝那些东西 和铅鱼 在那个设备方面 无论服装方面 都有所改良 那这些的仪器那里 也都是全部是一路路跟进 所需要的东西来设计 所以很多小朋友 是有这个天赋的去做更多的东西 有些人